快篩戰技師 全副武裝整在玻璃窗內 而民眾則是排排隊 站在外頭進行快篩 隨著疫情持續延收 走成人民恐慌 各大醫院外頭的快篩戰 天天擠滿人潮 而現在近京傳 台北萬華有一家三口 因為在台北排不到快篩 竟自費1萬2 直奔花蓮醫院進行檢測 上週五的晚上 就有萬華的一家人 從台北開車到實機院做篩檢 台北萬華爆發群聚感染 成為全台疫情重災區 縮心這一家三口 最後檢測結果呈現陰性 人人自危也造成快篩大亂象 花蓮刺激醫院設置的快篩戰 每天快篩量約有七八十名 不過量能不夠 現在又有雙北熱區的民眾 前來搶民 而已搞得花蓮市民們 各個人心惶惶 我來幫他連做快篩 會擔心嗎 是有一點 別的地方他們都會把那個 就是萬華那邊的都分開 是有一點危險 剛才看到有一個小小孩 好像咳出血 快篩還要等好幾三個小時 我們就先回家 擔心搶不到快篩名額 搶到了又要等上好幾小時 花蓮慈激醫院 也緊急新增快篩戰 提供無症狀民眾 或是住院病患進行抗原快篩 由健保給付約二十分鐘 就可得出檢驗結果 分單到六十個篩檢的 也可以做一個檢疫的看病診 醫院越國新舊兩個快篩戰加起來 量能一天能達到130至150左右 隨著全台疫情大暴走 各大醫院現在只能亡羊補牢 能篩出一個是一個 以唯獨這波疫情越擴越大 記者留給澆洲配語花蓮採訪報導